剛剛右轉看見斑馬線上有人站著 趕緊踩煞車 但這兩人比手畫腳 似乎在聊天 沒有要過馬路 但文獎還是停了下來 就怕收到罰單 原地等了一分多鐘 都不敢開過去 不過看看其他車輛 照樣往前開 因為沒有完全推到人心道上 所以文獎不敢冒著挨罰的風險 畢竟開車是工作 除了被罰錢 萬一被祭典吊罩 生意也不用做了 事發在14號下午1點多 新北市永和鼎溪捷運站附近的路口 至於車流人流都很大 偶爾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行人站在斑馬線上 雖然是紅燈 但駕駛到底該不該讓 引發論戰 有人認為行人無論如何 都需要禮讓 但也有人認為行人如果違規 就不需要禮讓 但到底要不要讓 警方也做出解釋 針對這種情況 警方說受到檢舉之後 會檢視行人 如果沒有要過馬路的意圖 不會沉案 但如果行人確實要過馬路 不管是不是闖紅燈 駕駛沒有禮讓都要罰 但為禮讓行人要重罰 修法上路之後 許多駕駛看到行人 還是會特別注意 基本上都會等 都會等行人通過再過去 那現在不是以條款來說 他們站在上面 本來就是行人優先 那我們一般行人的話 你紅燈的話 不應該站在斑馬線上 那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安全 警方也呼籲行人等過馬路 要站在奇樓或人行道上 違規穿越也會被罰500元 但遇到這樣的狀況 該不該禮讓再度引發討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